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斌 2019年5月12日 东部季后赛四轮正在进行抢期大战 主场作战的暴龙在伦纳德关键时刻两罚一众的情况下 被巴特勒上篮打平 留给双方的时间仅剩4.2秒 此时 加拿大航空中心球馆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在这块美国本土以外唯一的场地 上演过很多经典时刻 而主角往往是客队 林疯狂的三分绝杀 杜兰特的三分绝杀 甚至是卡特的双绝杀也是披着篮网战袍完成的 或许幸运女神害怕寒冷 不愿眷顾这片北境之地 而机器人却无惧严寒 从遥远的圣安东尼奥而来 最后时刻 暴龙边线发球 球权交到了伦纳德的手里 他持球沿三分线推进 来到了右侧低角 然后极限出手 两队的命运将会如何 篮球在划过一道弧线之后给出答案 能否晋级下轮就在这咫尺天涯的距离 不同于76人沉沦多年才走到今天 东部决赛的经历对于暴龙来说 并不是遥远的事情 就在2015-16赛季 他们就历史性地杀入了东部决赛 和当季总冠军骑士大战了六场 而下个赛季 暴龙却在东部次轮被骑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被横扫出局 到了2017-18赛季 暴龙在常规赛大杀四方 成为东部头号种子 而此时的骑士实力已大不如前 首轮面对六马表现挣扎 大战七场才涉险过关 有道是不是冤家不巨头 暴龙和骑士连续第三年在季后赛相遇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前者将完成复仇的时候 骑士如法炮制地对暴龙再次横扫 可以说现实给了多伦多人狠狠的耳光 而现实的制造者就是詹姆斯 哪怕之后一轮面对塞尔提克也是七场凹战 但是对于暴龙 詹姆斯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可北境之王的系列赛 被他当作喘息的绝佳机会 就这样 在此三番战中 詹姆斯成了名副其实的暴龙苦主 而罗瑞和德罗赞 则是坐实了垃圾兄弟的称号 2018年7月 詹姆斯开启了决定3 将天赋带到了西海岸的洛杉矶 对暴龙来说 这就有点像赌桌上赢了钱就跑的人 不过他的西游让东区变得一切皆有可能 对暴龙而言 在这个休赛季的操作就非常关键了 德罗赞遇到了詹姆斯这类的超级巨星 就成了软脚虾 难堪大用 想要冲出东部 必须要更稳妥地选择 而如果在总决赛与詹姆斯相遇 那么谁能与他对上 就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 由着詹姆斯克星之称 并与老东家马斯闹不愉快的伦纳德 成了暴龙补强的不二人选 那年夏天 德罗赞和伦纳德互换东家 虽然对前者近十年的贡献 感激之声络绎不绝 但是多伦多对新元加盟后的期待更胜从前 而伦纳德也渴望重获新生 作为小钱盛世的杰出代表之一 伦纳德可以说是少年变踏足山巅 2012-13赛季的马斯 能够时隔6年重返总决赛 伦纳德在防守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二年级的他已经成长为球队外线防守核心 他们的总决赛对手 是三巨头率领的在常规赛取得27连胜的热火 在伦纳德的防守干扰下 詹姆斯前几场有些迷失 五场之后 马斯也在总比分上取得了3比2的领先 在总决赛第六场最后时刻 马斯一度获得5分领先优势 眼看就要把总冠军奖杯收入囊中的时候 伦纳德却犯了一个所有球员都会犯 但犯了就会陷入无尽懊恼的错误 那就是和开篇看到的那样两罚一众 这也成就了雷阿伦的金氏一投 在第六场的加实赛以及第七场的抢7战 马斯都输了 伦纳德为自己的罚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常说瑕不掩瑜 但是污点往往就是更加引人注目 人们会淡忘他的防守 而只记得他的失守 看成败人生豪迈 大不了从头再来 马斯再次突围西部 迎来了复仇的机会 和热火会师总决赛 当时的伦纳德年仅22岁 已经是马斯核心了 他再次对位詹姆斯 相比一年前表现也是稳中有声 场均出手是球队第二多的9.8次 投篮命中率高达61.2% 交出17.8分 6.4篮板 二助攻的成绩单 然而数据并不能完全体现 伦纳德在球场的价值 他对联盟第一人的防守 使其叫苦不迭 有这么一个镜头 詹姆斯在罚球的时候 看到场边伦纳德重回赛场 就懊恼地摇头爆粗 足以见得皇帝对小卡的忌惮 正是凭借伦纳德出色的发挥 马斯轻松夺冠 小卡也成功当选FMVP 正式迈入巨星的行列 随后几年时间 伦纳德成为马斯的老大 迎来巅峰的小卡 连续两年力压杜兰特 入选最佳一阵 在他的带领下 马斯战绩一直很出色 2015-2016赛季 大家都记住勇士的73胜 但马斯的67胜 同样也是历史级别 与雷霆的系列赛 也只是差只毫离 下一个赛季 马斯在季后赛 先后淘汰西南区 两强灰熊和火箭 与杜兰特加盟后的 超级战舰勇士相会于西部决赛 系列赛第一场 客场作战的马斯 从一开始就压制着勇士 伦纳德更是在攻防两端 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进攻端接连得分 并且防守端让杜兰特很难受 但在第三节比赛发生了转折 小卡跳投落地时 踩到了勇士中锋 帕出里亚探出的脚 而导致受伤离场 要知道在此之前 马斯还领先20多分 就在伦纳德伤退的情况下 勇士完成逆转 并在接下来对马斯实现横扫 最终当即夺冠 而圣安东尼奥这边 却因为伤病 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不但是伦纳德远离赛场 也让他和马斯的距离越来越远 伦纳德和他的团队 就能否付出的问题 和马斯的医疗团队有了分歧 同时健康问题 也为双方续约蒙上了阴影 当利益相左的时候 哪怕是小天天 也很快会变身牛夫人 伦纳德与马斯分手 已成无言的结局 是未来在耳边低语 才忘了寒风不曾停下足迹 命运来到了下一站多伦多 在外界看来 这是联盟巨星和东部竞旅的强强联合 然而这又何尝不是 两个失忆者的抱团取暖 在常规赛 暴龙并没有发生质变 他们在伦纳德轮休的情况下 收获了58胜 较上个赛季只少了一个胜场 要说有什么亮眼的地方 那就是被黄蜂队的栏目两次绝杀 在当背景版这项老牌业务上 暴龙似乎从不拒绝接单 到了季后赛 已经久别这一舞台多年的魔术 率先给暴龙来了个下马威 在首轮第一场中 奥兰多人暴龙取胜 给这轮原本不拦不惊的系列赛 蒙上了不确定因素 然而迷雾只是迷雾 很快 北京的寒风就把南岸吹了个透心凉 暴龙直落四盘 轻松晋级 来到次轮 面对常人如临的费城 北京之王遇到了真正的考验 东部半决赛第一场 尽管76人有6人得分上双 而伦纳德展现了机器人的杀手气质 全场23投16中 砍下45分 强势带队获胜 但整体实力更占优的76人 很快连下两成 到了第四场 在大比分1比2落后的情况下 伦纳德再次王者归来 20投13中 独得39分 14篮板5助攻 将比赛带入天王山 第五第六场 两队各举一胜 进入了抢期决战 系列赛最终战 76人多点开花 而伦纳德就像2018年的詹姆斯那样 心其所有 他使出浑身解数 帮助暴龙摇紧比分 在中场4.2秒时 小卡出手已多达38次 得到39分 8篮板 3助攻 3强断 然而要是他不能完成致命一击 那就很有可能重蹈 2013年两发一中的负折 让整场的努力 整个系列赛的努力 以及整个赛季的努力都化为泡影 这一次 冷血的机器人能完成自我救赎吗 接下来 让我们屏住呼吸 来看两队最后的生死时刻 马克加索尔边线发球 伦纳德当仁不让掌控球权 在西蒙斯贴防中 不断持球推进 恩比德心领神会 上前夹击 新生换防 此时的伦纳德 已被逼入左侧三分底角位置 时间即将消耗殆尽 他没有丝毫犹豫 完成超高难度的后仰跳投 这一刻显然不是机器人的常规操作 但是却把伦纳德的记忆 带回了18年前 2001年 同样是登部四轮 同样是面对76人 同样是抢旗战的最后一头 卡特的弹框而出 让暴龙隐恨 而今晚 蓝框仿佛又和暴龙 开了一个玩笑 只不过 背景地终于迎来了正面出镜的机会 只见皮球在铁圈上面 弹了好几下 整个现场一片死寂 然后一秒爆发出了 震耳欲龙的欢呼 伦纳德创造了七场四胜制系列赛的 第一个抢旗绝差 人能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这是哲学问题 而现实就是 机器人没有在同一个环节上 付出两次代价 恭喜暴龙 也恭喜伦纳德 2019属于你们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